李总 您的实力这么雄厚 选择投资的方式移民 是明智之举啊 我马上给您安排 林总 张董 各位董事 董事长都没在 今天的会议谁主持啊 是我 晓晓 怎么回事 各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会议的议题 我即将进入董事会 成为董事议员 不是 你 你刚刚说什么 你进入董事会 怎么回事 董事长呢 董事长已经口头答应 他的股份将由我来代持 已经在走合同了 代转让手续完毕之后 我会递交法务部签成 今天呢 是提前各位打声招呼 董事长这太胡闹了 这不是儿戏吗 你 你把号说明白 我不想以这种方式 给你打招呼啊 你告诉我董事长在哪儿 他为什么要你代持股份 欢迎孟总今天进入董事会 谢谢 顾欣妍 我今天可以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但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需要你在适当的时候给我助力 据可靠消息 最近李卓人在往海外转移资金 我怀疑他要协款外套 你要替我办两件事 一 由你来代持我和李卓人 共同持有的东臣母子 二 替我盯好李卓人 我们来说 我们在此干嘛 那些人 既然还没有救的 因此 他们要在哪儿 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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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顾董事 没打扰到你吧 完全没有 来 坐 没想到 董事会里第一个 欢迎的声音 是你发出来的 我还记得 我从一个小小的 助理设计师 变成首席设计师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 来向我祝贺的 我也还记得 我曾经答应过你 在恰当的时候 我要助你一并之礼 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些 你就不想问问 我是怎么获得 这些股权的吗 对你来说 结果应该比过程 更加重要吧 眼下才冻成 你倒成了 最了解我的那个人 虽然我不知道 你进入董事会 真正的愿景是什么 但是我是真心地 祝贺你 不怕我是来搅局的 不重要 现在的东城董事会 需要新的面孔 新的力量 别指望我会成为 为你所用的新力量 我们来日风筝 这就是李卓燃把一般的款项 转到三个海外照顾的路径 很隐秘 我到现在都没发现 他到底是怎么转出去的 不停 问题出现在哪儿呢 对了 今天孟萧萧已经向董事会提出 他持有东城的股份了 是李卓燃这部分吗 看来他早就已经想好 要从东城抽身了 我们一定要尽快查明 他那些见不得人的账 不然他一旦出了劲 我们要找谈的更是男生家男了 盛世投资的第二笔款项 已经拨过来了 需要监管人签字 你的渠道一号 好 我现在就去 我跟你一起去 行 走吧 你说 盛世的第二笔款 刚刚进来 不过就被李卓燃盯上了吧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待会儿 我打个电话 喂 您好 谭律师 您好 我是东城的顾欣妍 您好 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 想要找您咨询一下 可以啊 不过我现在敢去机场的路上 那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跟公司的财务副总监 我们就到机场附近去找您 行吗 好吧 我现在还有点时间 那就待会儿见了 好 那一会儿见 我们去机场 好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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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您几天没来了 寄压了几份文件 需要您签字 放这儿吧 好 另外 财务部刚送过来的 盛事的第二笔款已经到了 也需要您签字走个流程 我知道了 没事了 您先去忙吧 好的 您的咖啡 谢谢 我来介绍一下 谭律师 这是我们公司的财务副总监 林哲 这是谭律师 你好 林总 您好 没有外人 谭律师我就直接问了 好 您说吧 如果 想要转移大笔资金去国外 有没有什么非正常途径 吴董 您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没有说清楚 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相关的情况 谭律师 是这样的 我们怀疑啊 有人转移公司 大量的资产到海外 但是目前掌握的资料呢 只有三个没有关联的账户 还没有其他的证据 我明白了 你说的这种情况啊 我不妨坦白跟你们讲 一般来说 他们是用地下钱庄 在洗清 地下钱庄 这种情况啊 在某些特殊的圈子里 很常见 那如果这个情况真的发生了 我们有什么办法吗 马上报警 你们想 如果资金一旦转移到海外 明月就很难追回来 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必须通过警方的领域 最新的确定 每天早点 都没想念 放下 一些 河 水 把车看过来 注意到前面的车 把车看过来 喂 阿妍 你是不是还有一套空着的房子 我要用 越快越好 这是最后一份 从淘楼去U盘里 查到了西前通道 加上她转移公司资产 够李若然把老底做穿了 这可惜 有关于我妈妈的证据还没有找到 等她被警察控制了 咱们再绝地三尺啊 进来 哥 证据都搜集集了 厉害啊 消息灵通了你 对 我们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报警 先不急着报警 不是 哥 你这么多年费尽心思 不就是想把她送进监狱吗 而且现在李卓然特别不对劲啊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是不可能会萌生退役的 她绝对是找好退路要撤了 你们俩啊 太幼稚 李卓然现在毕竟是东晨的董事长 董事长被抓 对公司影响太大 不是 那不报警 她跑了怎么办啊 放心吧 她绝对不会跑 李卓然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没拿到钱 她是绝对不会跑的 再说了 她当年破坏唐总的证据 我们还没有搜集集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明天召开董事会 东晨的董事长 是该换了 林总 今天开会的议程是什么 各位 董事长已经到了 我们开会吧 今天董事会的议题 只有一个 李董事长任期已满 我们重新选董事长 张董 如果董事会的某一位成员 持股比例最高 能不能当选董事长 如果按你说的这样 再加上半数以上的董事同意 好 我提名 林总 你提名谁呢 顾兴言 林总 你没有吃错药吧 顾兴言只是作为盛事的代吃人 进入董事会 你不是想把东晨 打包送给盛事吧 各位董事 我手上有一份股权代吃协议 大家传阅一下 有人诽谤我和唐文荣女士 说我的股权是强取豪夺来的 我之所以没有澄清 就是为了保护一个人 林心宁 这怎么回事啊 唐总的女儿 唐总失踪的女儿 对 唐总在去世之前 跟我签了股权代吃协议 由我替他的独生女儿白希宁 代持东晨的股权 直到他长大成人 林总 好端端地 替这个失踪的人干什么 今天不仅仅是要将 我所代持的股票物归原主 另外我个人所持有的 东晨百分之三的股权 也一并赠予白希宁 你到底想说什么 顾兴言 就是白希宁 你说她是她就是 她是白希宁 简直是天底下第一大笑话 顾兴言如果就是白希宁 为什么还要以一个小设计师的身份 进入东晨 我们怎么知道 你们俩是不是狼狈为奸 串通一气 让顾兴言假扮白希宁 谁能证明 顾兴言就是白希宁 就是啊 口说无凭啊 是啊 你随便找一个女的就是白希宁啊 我能证明 我现在都明白了 你为什么一早不跟我说清楚 对不起 诸位 这琉璃传呢 所有人呢 并不是我 而是她 唐婉容的亲生女儿白希宁 并且我手里头百分之二的 这个股份持有权 也是代她持有的 那么今天也同样地 物归原主 谢谢 你真的是白希宁啊 我是白希宁 各位同仁 到目前为止 白希宁是我们所有股东里 持股份最高的 请大家表决 同意白希宁做董事长的请举手 恭喜 恭喜 你母亲 可以瞑目了 你母亲 你母亲 可以瞑目了 凌亿哥哥 凌亿哥哥 你是早就准备好了吗 我本来是想把公司 全部打理顺了 完整地交给你 但是今天你也看见了 情势所迫 不过现在好了 是你的 终究是你的 但是这一天来得太晚了 让你受苦了 公司的几百个群消息都爆炸了 公司的几百个群消息都爆炸了 我几百个群消息都爆炸了 你小心点儿 我让你出来 你忍着俩用了 我几百个群消息都爆炸了 可以吃草费的 就行了 好 你转化了 我去把人去堪草败 好 擦着眼泪 还有个场硬着要等我 录像是舞台一样 有双方硬着要吹一双方硬着 要帮助准备 medical救助准备 比较 可以 这个 再 董事长 上海到苏黎市的机票 已经订好了 一 二 三 董事长 一 二 三 董事长 行 不对 现在该改口叫白董事长 这一路很辛苦吧 但无论以后你是什么身份 我们都支持你 新验驾 不对 董事长加油 各位设计部的小伙伴们 你们都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设计部是我的根基 也是我妈妈最看重的部门 所以以后设计部将会在东城 越来越重要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才能 东城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 好 加油 好 加油 李董 我们要给白董事长 重新布置一下办公室 请您尽快腾一下办公室 你在跟谁说话 滚 白董事长 谢谢你 好 好 好 顾兴颜 不对 是白西宁 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论心机 你妈妈真的比不上你 我妈哪有我幸运啊 身边竟是些虎狼之辈 你以为林毅是好人 不要得意忘心 你好自为之 飞得越高 帅得越惨 你是李竹然先生吗 对 李先生 我们是市局经侦科的 你事前境外洗钱 从现在起 你的个人资产将暂时冻结 我没听错吧 境外洗钱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好 我要通知我的律师 可以 但是在调查取证期间 您想被限制出境 希望您能配合 好 董事长 我的手机已经快被记者打爆了 关于您是怎么隐姓埋名 回到东城 卧薪尝胆 最后一举夺回公司的经过 已经有好几十个版本了 您看 是不是需要挑一两家媒体 接受一下采访 好 你帮我安排吧 好的 谢谢您伦总的 咱们 我发现了 早上了 你来来吧 在办公室里面说 你别逗了 我觉得还是这里说 比较安全 还有 我已经不是董事长 你才是东辰的董事长 那你想说什么呢 你是唐婉容的女儿 我觉得你有权利 知道某些事情 当年你妈妈签署合同的 所有细节和复印件 这么重要的证据 你就没兴趣看一看吗 你不想知道当年 究竟发生什么事吗 林毅是你妈妈 最信任的人 你妈妈入狱十几年 含冤而亡 但林毅却身居高位 你不想看看她的 真实面目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我要是在国内被抓了 你妈妈的案情将永远 和我一起沉默 我会让真相烂在肚子里面 永远永远 可是我怎么知道 您手里的就是真相呢 合同都在我的手里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可以交给你 什么条件 我的资金被冻结了 我需要你用监管人的名义 把盛世的第二笔投资款 都提出来交替货 如果拿了这笔钱 你就更加跑不了了 你错了 懂了这笔钱的人是你不是我 用这笔钱换来为你妈妈证明 这不很划算吗 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你妈妈是冤枉的 你看到合同自然就明白了 您让我考虑考虑 好 你可以慢慢考虑 但别玩什么花样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明天的这个时间 我听你答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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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 好 Ernst 该好好休息的人是你吧 是啊 我就怕一停下来 就再也不想干了 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我也希望有一天 把这一切都放下 跟自己想干的事 会有那么一天的 回去吧 早点休息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那您路上注意安全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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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嘞 好嘞 枉 很嘞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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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了叶上海的 个物生平 这个城市粗心的样子 久违了 祥和宁静 充满朝气 挺不错的 董事长喜欢的话 以后我每天都陪你晨跑 给你买四大金刚 不属于自己的生活 看看就好了 学不来的 我从来上海的第一天 就认识您了 在您身边这么多年 倒是也很少气躁 原来上海的早晨这么美 以后我也要改变一下 生活习惯 一日之际再于晨嘛 是啊 你还年轻 很多事情可以重新来 以后早睡早起 不要吃宵夜 不要泡夜店 用刷微博 我发朋友圈 抖音的时间多读读书 来到上海这么多年 现在才发现 原来一个朋友都没有 对了 这里有一个U盘 和一张银行卡 是我之前用你的名字开的 你听我吩咐 来 坐吧 我带过那么多徒弟 现在身边就剩你一个 你是最忠诚的 也是唯一一个 被厨师的 这些钱慢慢用 可你花一辈子的 董事长 我不离开您 这钱你给您太太吧 我都给她安排好了 拿着吧 现在您只是配合调查 并不能证明什么 您完全可以跟以前一样 还能掌管东城的 你还能掌管 算了 明天之后 带着钱 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不适合你 找个小地方 摸一份稳定的工作 找一个踏实本分的人 结婚 生子 平平淡淡地生活 这才叫做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对不起 您播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 很棒 小姐 一直认识她 谁啊 这个屋里的李卓然呢 我认识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肯定有关系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他是我的同事 办公室里找不到他 到家里来看看 刚好 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 我刚刚已经打过了 没有人接 不可能啊 这手机定位明明显示 他的手机就在屋子 怎么可能不接电话 这不让我闭嘴 这 把你的嘴给我闭眼了 要不然我连你也不放过 小曹 孟姐 李董股权有我代持的合同 到你这儿了吗 有你代持 我们没有接到这个合同啊 没接到 最近没有李董的合同过来吗 有倒是有 但是 代持人不是你啊 那是谁啊 孟总监 这个我就无可奉告了 还会说 他是不是小谷权小冰在哪儿 主持人 果分一身 李卓人并未有动作 完美 这一款工艺钻石 未来可开发的市场空间 不可限量啊 嗯 没错 我觉得东晨和金波利 合作的这个作品 会在市场上掀起巨浪 完全同意 抱歉 我接个电话 好的 喂 是我 嗯 嗯 什么事 我想告诉你 李卓人很有可能已经跑了 你最好心里有点输 你怎么知道的 刚刚去他家 发现他们家附近 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在盯他的手 好像比我还要迫不及待地 找到他 我知道了 边理那帮人啊 那很有可能是马静的人 谢谢你关心我 再见 金总 我有点急事要出几趟 一会儿我让助理送你走 好的 常联系 保持联系 再见 好 好 请出示一下 一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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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带准备 平1022到5号串口 平1023到25号串口 平1023到25号串口 请 麻烦您签个字 小姐 您好 您的电话响了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 喂 星野 听我说啊 不管你现在在哪儿 不能答应李卓然的 任何要求 听见没有 我知道了 放心吧 不好意思 我不办了 好 给您 谢谢 听见 喂 宁哲 喂 星野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银行 你没有提取 监管账户里的钱吧 没有 你在附近找个咖啡稿 我现在就过去 好